妈妈煮的面才是家的味道,离家后最想念的厨艺 妈妈,你能不能快一点,我火车要赶不上呢 别着急,我给你煮西红柿酸汤面呢,出门在外一定要吃口热乎的 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,那你快一点哦 首先准备一个儿子爱吃的西红柿 加点水把西红柿洗得干干净净的 我儿子不喜欢吃西红柿皮,在西红柿上切个十字吧 大锅里面多加上一些水 水开之后下入西红柿煮上20分钟 这样西红柿的皮一下子就被撕下来了 然后再用我的宝刀切得碎碎的 昨天特意去超市买的小葱和蒜 切成蒜末和葱末 大锅里面倒一些油 葱末蒜末下锅炒至爆香 把西红柿泥倒进去 再加点我儿子最喜欢吃的番茄酱 倒上一点老抽 加上个几瓢水煮一下汤汁 再加上一勺蚝油调制一下味道 大火煮开之后就可以下挂面了 再下进去几片绿叶菜 煮至汤汁粘稠就可以捞出来了 煮至汤汁粘稠就可以捞出来了 再给我儿子加一个鸡蛋 本鸡蛋煎至熟透成型 出锅给我儿子吃 儿子吃饭了 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妈 你不用担心 等下次我回来 你再给我煮面吃 拿到家上 宝贝 你不敢吃